我在刘伟来自北京 梦想就是成为一个一流的音乐制作人 十岁那年让我感受到了生命如此的脆弱 可能在几秒钟就会失去生命 其实那年我跟我的同学一起玩捉迷藏 不幸被电意外击倒 度过了四十五天的生命危险期 但恢复意识我意识到 可能永远的失去了双臂 我就哭了 问了几个问题吧 就是我怎么样吃饭 她说你得练习自己吃饭 要不然以后我们老了谁照顾 那时候我母亲管说 你没有跟别人不言 所以我现在觉得我跟别人没有任何 我只觉得你们用手做的事情 我用小做 我妈不求我有多大的成绩 她只是要求我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 但是对我来说我要为他们做的 就是一定要做得很成功 来中国答案秀 我的最终目标肯定是前三 让我母亲很自豪地说几条儿子 我正在想为什么琴凳是那样的 在钢琴前面 你用脚弹钢琴 对 哇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弹钢琴呢 我是19岁 最坏的刚才 那刚开始学很辛苦吗 很辛苦 你刚开始用脚学的时候 有受伤吗 你的脚 有 磨破啊 或者抽筋之类的 我们用手弹都磨破 不要说用脚弹 因为我只觉得 它是一个我的兴趣爱好 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 我就要把它做下去 好 接下来 看你精彩表演 这一切15分钟 它本来是个需要的 我一个不许多 对 所以你看 身后 那 有 有 咱 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用手学钢琴都学很多年 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 要么赶紧死 要么精彩地活着 没有人规定钢琴一定要用手 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 包括我们三位评委在内 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 大家看看刘伟 听听他的音乐 我觉得生活中有任何的抱怨或者不满 都应该没有了 你看看一个这样的年轻人是怎样 能弹动钢琴 而且是打动人心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放弃所有的对生活的抱怨 像你说的精彩地活下去 谢谢你 你让我看到了达人中的达人 我觉得真正的达人是用生命在展示他的才华的 而不是一个秀什么东西这样 我很感动 我会让我的小孩看这一期你的这块节目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妙的音乐 和这么淡定的状态 谢谢 对于你这样的一位达人 你真的是一位达人 我们不应该用yes什么这样的词 我们应该这样表示叫祝福你 谢谢你 谢谢 你通过了 在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 要么赶紧死 要么精彩地活着 Trajan 过来 인을 撸 rait 旁一 好 不 就是